哈喽抓个钢GoPro系列GoPro第一视角系列 这是胸前Superview的第一视角 因为胸前看不到我头的转向了我头左边右边 看光后镜啊看那些小镜子我不是就完全没有 完全体现不出来了 但是 测试一下看这种效果好不好 有人喜欢这种呢那我就用这种方式给大家讲故事吧对不对 纪元开讲啊今天我去的地方呢是修理厂 修啥呢修个小 就给咱的 因为上次我换了车轮子吗 车轮子跑了一跑了一个跑了一个吹不之后呢 就要给车轮子螺丝在井井 咱们就去 我差不多需要开十分钟吧 给大家讲个什么故事 给大家讲一个 陈鱼落雁 碧月修花的故事吧 既然是讲知识那就认真的吗要不然刚要不然这穿了老司机带路为啥 老司机带路吗学习娱乐两不误吗对不对 现在是娱乐又是学习 学习 学习 碧月 修花 陈鱼落雁 首先呢这是中国的四大美女啊 那碧月修花是谁 陈鱼落雁又是谁来听钢哥慢慢给你倒来 如果我不知道咋办的看到没旁边有旁边有旁边有这个吗刚刚给你现搜吗 好了 咱们说 所以这个碧月 碧月 碧月首先的想到是晚上 晚上谁见了 那应该就是貂蝉 所以貂蝉呢就是碧月 月亮看到貂蝉了也不行了这容貌太美了 容貌太美了不行了 我月亮都感到羞涩 所以说呢 貂蝉有了 再说了好我就问你 那再说的是 修花 一旦说修花你说那时候谁对这花最了解 大唐 谁呀 大唐的是谁 想想我开车我的你看旁边有卡车超我有反应不过来了 杨贵妃吗 杨贵妃碧月修花吗 杨贵妃把花给修了 花看杨贵妃你长太漂亮了我的 无言以对呀 自讨没趣 所以说花也不敢了 修花的杨贵妃 那好了 陈鱼呢 咱一想到陈鱼肯定在水里吗 谁没在河边玩啊 哎对了我儿子都说了西施 西施在河边洗东西呢 管得洗啥了洗麻布也好洗尿布也好咱不管了咱说的 说的高雅一点吧 要在河边吗 洗沙 那青沙伯障咱是在河边洗沙 跟鱼儿从里面有个压压啊 这西施美的鱼管看他不得沉底的 叫陈鱼 落雁呢 讲了王昭军出使西域 在 墨北的大地上对不对 才能看着 一只乌鸦飞过去 不是乌鸦是一只大雁 一只大雁飞过去飞过去什么情况 卧槽还有这么漂亮的妞 一看看看看不小心忘了飞了把自己掉下来了 所以说这就是 这就是中国四大美女的故事 闭月修花 陈鱼 罗燕 大家学会了吗 关注刷克纲老司机带路什么 我们的口号是学习一个 两不 卡